弟兄姐妹 我们天天最要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有平安度过了一天 还是因为有遇到好事而感恩呢? 我发现最感恩的事 就是因我还活着来感恩 我还有生命的活气来感恩 这证明主创造了我 主保护我 喂养我 第二个理由我们要感恩的就是 因我能呼求神 要面对这位全能的主宰来感恩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吸引了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面对这位全能的主宰 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第三个 因为主建造我们的生命来感恩 我们回头看过去的日子 到如今虽然经过很多问题 苦难 矛盾 但是主 我们是因这个来感恩的 第四个感恩的理由 就是将来 主必定他给我们的应许 成就来感恩 第五个感恩的理由 就是主站在引导 帮助着我们来感恩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的 能跟从有人就能享受 从天而来的恩赐 也天天 也天天能加征 永远的基业和观念 也能祝福旁边所爱的人和后来的时代 我们一起先看 蒙了年 彷徨 彷徨 酷苦 虚空之下生活的 有些人 有些人一生的目标 都放在要买大房子 天天为那件事想着 所以因为要得着地上的财物 而痛苦 就算得着了 将来离开世界 是什么都拿不走的 或者有些人一生的目标 只要平安不适就好 万事可通 但有小小的问题来的时候 其实是更痛苦 天天惧惧怕怕 不安 我们天天都有神所定的日子 若对自己被蒙招而成为目的的话 每天所遇到的一切事 都是新鲜的实力 有恩典和观念 对尚未恢复的人来讲 都只是仿佛的虚空 所以我们要清楚确认 自己生命的目的 是被拆来的宣教士 然后天天因着这个来喜乐 满足 感恩 来过我们身下地下的日子 那什么证据才知道自己是被拆派的宣教士呢 证据就是烦在耶稣 基督里面的人 无论是做家庭主妇的 无论是60岁70岁的老人 无论是15岁的孩子也好 无论是贫穷或富有 如果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喜欢而信了的人 就是拥有最尊贵的条件 就好像撒玛利亚夫人一样 像路德 甚至像妓女拉荷一样 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是基督的身体 是圣灵的殿 是君尊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 是借着他们的条件 来宣扬 那叫他们出黑暗 入光明者的女的 这就是他们神圣和目的的生命了 所以我们都有共同的尊贵生命 同时也拥有非常特别的生命 然后在我们那个完整 具备的条件里面 上帝的恩赐 赏赐 智慧 提示天真的帮助 圣灵的关照 完全与我们同在了 若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 那现在我们一切的条件 问题 主给我们的恩赐 时光 都是用来宣扬 叫我们出问题 入答案 出苦难 入亨通 出咒诅 入祝福 出黑暗 入光明的美德 的目的 这就是尊贵的祭司了 永远是主的子民 当我们确认这个之后 继续以蒙章的恩来修活就好了 就像耶稣基督 他是最伟大的宣教士了 他怎么样活 我们就怎么样活 虽然我们不是每一次都能够享受蒙章的生命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未来的命运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不论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 大约我们都一起祷告 确认 我们是蒙猜浅的宣教士 是已经拥有最独特 尊贵的实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